民宅電箱爆炸失火 普里擁警正確救火解困 本月24日深夜11点 南投普里有间民宅的便电箱爆炸 当场起火燃烧 警方巡逻时发现立刻下车警戒 当时便电箱还不断爆炸非常惊险 民众也试图泼水避免灾情扩大 这时远警也从车内拿出灭火器 不断喷向火源处 旁边的人都已经疏散了 现在都疏散了 当时还有小客车停在便电箱下方 惊恐不敢把车给开走 也多亏了远警评估安全上无余 协助将车死离 赶快开走 现在可以开走 你等下不开始就完蛋了 警消协力救援的惊险画面曝光 让在场民众看了可是占徐不已 当场给予热烈的掌声与肯定 由于起火点是民宅内部所引起 并被台电公司造势 消防局仍在鉴定真正起火原因 地方中心难道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